很多人又問 師傅到底降頭又怎樣呢 在南洋和一些落後的地方 就算在非洲那麼遠也好 都有這一類的東西 其實降頭是甚麼呢 在我自己做的經驗裡頭 是師傅一種念力 如果他的念力是非常強的 可以影響到一個人的時間 他已經可以做到你的降頭 降頭是一個意念的東西 以及另外叫古 古的意思是怎樣呢 即是養毒蟲 磨成粉 甚至做一件事 放在你的身體 入到你的腸臟 而令你受傷在一個指定的時間裡頭 你不去解 可能會有問題 甚至對一個人用念咒的方式 施以一件事給他感覺到 讓他能夠精神失常 這就叫降頭 所以上來講 很多人說 我下降頭 降頭又不是那麼簡單 還會下降一下 因為對方來講 找一個好師傅反彈過你 你做甚麼都會受到這個傷害 同時一個法力高強的師傅 有這樣的心得也不會亂下降 所以不用擔心 這就只是解釋你的降頭 亦有這一回事